好 中午時間吃便當有菜又有肉 是很多人的用餐選擇 但是可以說想要買好吃 CB值又高的便當 必須要好好來挑選 就是因為現在便當價格落差很大 像是有小卷便當 非常的大隻 只賣一百五十塊錢 但是有菜飯便當 沒有主菜 就又價破百元 超大隻小卷 鮮嫩彈牙 放在便當上有夠霸氣 快把下面的菜都蓋住 這個台鐵便當在網路上 銀漆討論 因為單看價格 一百五十元可不便宜 不過實際拿到便當 小卷比便當盒還要長 而且這可是精心篩選的 我們在推這款便當的時候 我們小卷的尺寸 是有一定的尺寸的規格 就是它的體長要在十五到十七公分 沒有騙你實際拿尺來量 這個小卷從頂端到頭部 不算萬步就已經超過十五公分 達到標準 而且如果小卷煮完縮水 便太小 廚房還會加碼 一個便當 兩隻小卷 民生物價漲不停 現在便當的價格也很浮動 像這麼大隻的小卷便當 只要一百五十元 不過內湖這間則是菜飯便當 沒有肉這樣也要一百零五元 連鎖便當店方便快速 不過每間分店價格不一 民眾抱怨內湖康寧路之間又漲了五元 沒有肉的菜飯便當竟然要價破百 直乎實在太貴 沒有肉啊 那不行 菜飯便當六十吧 六七十吧 沒有肉的話感覺有點貴 六七十左右 差不多 總店營運長則解釋 每間店租金不同 因此便當售價也不同 還有這間店的菜便當會增加一到兩道菜 價格才會比較高 地段能不開始 造成它這個店面出現會有稍微差異 它的名稱雖然是菜便當 但問題是它卻跟其他的菜便當 是不一樣的配菜面 所以它會有造成價格方面的差異 物價越來越高 便當也跟著便貴 不過店家明碼標價 就看消費者買不買單 記者葉宣傳盧知名團報導 記者 支持忽定 策進來